HELLO 各位 歡迎收看本期影片 今天呢 誒 要來 教 各位 不是教 是之前的 之前答應觀眾的 還沒有做 對 大概在前一個月吧 那時候有答應觀眾說就是 飛雷改版之後到底要怎麼玩 OK 反正呢 飛雷現在 就是那個移動速度不是改弱嘛 對不對 那 那你就想嘛 確實有差 不可能沒差了嘛 對啊 少了那個 增加那個轉圈圈的移動速度 我很難跟上敵方啊 對啊 我以前開始把敵方黏到死 我就一直黏一直黏 那現在呢 改成這樣子 哇 完了 你現在大絕過去二一轉一圈 對方可能 可能就可以直接這樣走掉 對 他可能出個韌性 然後他可能就直接這樣子不理你 沒來 沒來 沒來把你拆小 還是可以幫你走 就沒有辦法 你很難跟上對方 或是呢 你可能就只能轉下去之後 然後接個瞬移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就有點浪費 或是你可能帶一個集中 那當然這也是一個解法啦 但是你就少了什麼 飛雷帶瞬移的那個瞬間進場 對啊 就是少了一段 那我們今天呢 直接用一個什麼 你今天要一直轉一直插 一直轉一直插 然後一直留在旁邊 然後黏死敵方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今天 你的概念還在 以前我們出全坦飛雷的時候 比如說你玩蜂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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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你玩打野 那但是呢 今天我們打野 直接出全攻 就這麼簡單 我們出攻擊裝 我們出攻擊裝的飛雷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樣子 就不需要去依靠那個轉了 我們大絕下去二技能一技能 他一定會轉到第一圈嘛 對不對 就沒有然後了 對 我不需要再追著你 抱歉 再見 無非要不說 馬上來看今天的 這張影片 然後呢 各位先要記得 因為你現在是 你今天是要直接 進 然後讓對方死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主點的技能 絕對是一技能 OK 你以前可能會 可能出 半壇 或是你出圈壇的時候 你可能會主點二 因為你要想要一直 留住敵方嘛 對不對 你想要一直 拉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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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當個渣男 對 現在不行 我們現在直接回起 直接讓他去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主點一 因為主點一的傷害 是最痛的 OK 所以有大點大 主一負二 就這麼簡單 OK 然後我們這邊呢 因為我想節省時間啦 我想要趕快上試等 所以我就沒有想要去那個什麼 市中路的那個兵線了 我想 我這場是想要趕快出野 然後趕快直接來去做Gang 就是直接讓對方知道說 我到底有多痛 然後順便讓對方不知道 欸我到底哪裡開 不讓你知道 他看不到 OK 然後這邊我們躲一下那個 剛剛那個 那個什麼 顯微鏡 是那個監視器 然後結果大絕二技能 一技能全部空掉 沒關係 下個制裁 然後再普攻 一技能有沒有看到 超痛 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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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簡單 沒有他可能就是啊 然後就是沒了 就沒了 他就這樣子 啊 去了 就這樣 我就說啊 不會以前遇到菲勒的時候 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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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 啊 我死了 OK 我們現在又有大了 來各位大絕二技能一技能 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才 超詞 好不好 超詞 我們直接擺穿 超爛 OK 然後呢 這邊跟你們講一下 為什麼要再添重雨 因為呢 菲勒的大絕 自帶什麼 穿透 自帶穿透 點一的時候 15% 怕有人聽不懂台語 我們現在再看一下 大絕二技能一技能 再轉一圈 你們有沒有看到 大絕二技能一技能的時候 那個狐狸已經是掛了 就是這麼痛 就是這麼痛 超噁心 我們這邊呢 在二技能一技能靠好杯 直接被他嗆走 當然也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沒自在啦 那沒關係 錄一下他的小野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出攻擊裝 很痛的 只要讓我帶騎波結之後 我跟你講 你就死定了 你就死定了 因為我會不停的瘋狂打你 我現在再轉一圈 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個障礙 但短板就是我們很軟 對 短板就是我們很軟 OK 然後回到剛剛那個話題 為什麼 杯雷帶天叢那個 就是因為大絕 你大到人之後 然後你就會有什麼 穿透 點115% 點220% 點325% 就是名單 那個剪輯師麻煩幫我上下那個 那個 杯雷的大絕那個效果 因為你這樣子有穿透 然後你再加上你的天叢 超噁心 天叢雲幾% 40% 40% 再加上 哇 25% 再加40% 65% 天哪 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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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士可以直接把你當裸體 再打你 你懂我意思 我們現在再轉一圈 欸 然後不然你把他拿一下 沒關係 但是短板真的就是我們很軟 好不好 所以 你也可以考慮 你 不一定要帶紅刀 你也可以 可能第一件帶那個 那個什麼 野斧 然後可是後面一樣 出攻擊裝 這樣子也是可以 那只是今天叔叔 比較偏激一點 我們直接出紅刀 我們直接不管 我們這場是 直接要讓 直接要示範說 飛雷為什麼 就是現在 改落之後 移動速度拔掉之後 那 我們的那個 如果出 就是出攻擊的話 那個傷害到底有多噁心 OK 然後你可以看到現在 對方看到我 跟看到鬼一樣 看到我就直接搖順 就這麼簡單 然後隊友呢 喔這裡看進去 哇非常兇猛 哇操 然後沒關係 二技能一技能 人直接不見 然後索文呢 基本上是一隻沒有傷害的角色 所以呢沒關係 好不好 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那個 蜘蛛 是很恐怖的 而且 我們實在也是挺快的 你看我們的這個一技能比較長 你要記得喔 你的一技能啊 要插到兩面喔 喔 記得要插到兩面喔 就像那個兩面黃一樣 記得要一半 那個 上次我是 吃那個什麼 台北有一件 那個什麼鋼 我跟他說我要兩面黃 幹 他媽 兩面都是 兩面 那個什麼 他就要兩面黃嗎 你就會忘記了 反正就是 半是 煎過的 完蛋的線怎麼再留死 就是 反正你要記得 一定要插到兩下 這樣才會 這樣才會痛 才會暈到 才會暈 我說暈到 我說暈到 不是暈那個發音 我只是說暈到 很痛 OK 反正呢 我們現在下路打完線了 我現在拿到622有人頭 然後擊殺佔比率 佔了八成 然後我們抽到天叢雲了 等一下呢 我們再偏激一點 再出個拘魂 現在準備 來各位 大二一 靠杯 有人已經不見了 哈哈哈哈 有人消失在我們面前 我們看一下對方 欸 是不是想壞壞 我這個猜得很準 這個就猜得很準 欸 這個景不是開圖喔 因為景是可以直接這樣子射草叢 沒有錯 是可以直接這樣子 OK 然後這邊呢 欸 想死 有沒有看到 就這麼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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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痛 好不好 就這麼痛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非常極端的出裝 那不一定要 你不要學我 因為我這場純粹只是示範而已 示範給你們看說 現在 如果你想要玩飛了的話 我會建議你出裝的 概念 OK 出裝的概念 然後 但是一定要出一件裝 就是天叢 我不管你可能中間你可能敵方那個什麼法章太痛了 你想要上一件仙靈我覺得可以 一定正常嘛 對啊 你可以這樣上 但是 一定要上的一件攻擊裝就是天叢有名 好 一定要上那一件 因為這樣子你搭起來才會痛 你這樣進去才會痛 懂我意思嗎 就是 那個穿透比例太噁心了 那穿透比例 你就想你前期 你有 沒有我現在11等 那 我剛是在11等之前 就是有兩級 有二級大招之前嘛 45%嘛對不對 15%加40% 欸 就55%咧 我前期有55%的穿透 你是要怎樣 跟我玩 我不知道 然後不過你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你出全攻的話 你的 就是你出攻裝的話 你畢竟沒有坦度 你可以看到傷害很高啊 對啊 但是反面而來是什麼 你會比較軟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進場的話 我建議你打二拍 OK 我們這邊呢打二拍 然後轉一下 然後再大絕過去 OK 你可以看到傷害超噁心 然後再打這個二技能就可惜了 這就是我失誤了 我的二技能沒有勾到他 雖然有勾到 但是是插邊球 因為 他這個 非類的設計有點奇怪 就是如果你是插邊球 或是太遠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勾到 就剛剛其實有勾到 但他不是在 他不是在 就是那個 反正他是有一個距離啦 如果你在太遠的話 他就他就沒有辦法勾到 他就是你雖然會 你 你摸得到 但是你得不到 就是那種感覺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拉不回來他 我沒有勾到 不是 那個就是他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反正 從以前 就已經這樣子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Bug 但是如果他是一個Bug的話 靠背他已經存在了不到幾年了 最近 沒有 最近我覺得最靠背的是 還是那個收音的問題 就是打遊戲沒有音效 這樣子 嗨 但我會死嗎 沒事 反正我在打遊戲的時候 基本上我都會聽那個 嗶嗶嗶嗶的音樂 OK 英文歌那個 黑人老舌有沒有各種 我們這邊呢 大絕二性能直接 一個超醜 好不好 一個超醜 直接什麼都沒穿到 那沒關係 然後再加上 我們現在滿七 為什麼 因為我的 紅刀 然後加上什麼 我的甜蟲雲 對 所以加起來我現在是40%的 我已經滿了 我已經滿了 所以我現在看到人我不爽 我就直接給你大過去了 我跟你講 然後我們現在更極端 直接出一個那個什麼 那個 王者劍 我們下一件 王者劍 記得不要學我這樣出裝 或是給你一個大概 你可以出紅刀 然後公公公公公公 跟那個什麼 煙蟲雲 但是呢 你要出王者 我隨便你 看你順風啊 我這場是因為我很順風啊 我自己很順風啊 我不敢說隊友 因為我自己真的很順風 我已經925 然後隊友開始 不知道出什麼事情 然後反正不管我們的事情 然後我們這邊要記得喔 各位 這時候呢 你的小鎧 就不要放了 好不好 你的二鎧 那你說葉鎧 你的二鎧就不要放了 還有我剛剛有點像 你的二鎧切機 應該對我掛了 對我掛了 就像你的大鎧一樣 一樣 就是你今天 對我掛了 你在這個時候 放大鎧 放阿偉 那我意思嗎 你就跟那些不會控兵的一樣 那已經不是不會控兵了 是你連隊 你沒有馬鈴 那隊友不在阿 隊友掛了 在溫泉裡耶 欸兄弟 你怎麼放龍出來了呢 對 所以我們這時候呢 就控一下這個龍 OK我們在等隊友 復活的時候 我們再放龍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然後我們這邊呢 是要攻他們的下路高地塔 要攻他們的下路高地塔 因為我想要讓我們等一下的那個 可能 Maybe等一下 可能會打到大鎧 所以我就是直接 直接放那邊 然後這邊 哇隊友打起來 哇操 這個站位 直接那媽的一個失誤 沒關係 我們勾他一下 投資就破掉 然後這裡金光牽滾 欠殺 他這個一個操作 還不錯 然後這邊也有 哎呀 這邊有 有勾回來啦 但是可惜了 可惜了就差了一點點 那沒關係 隊友死了 我們就走 我們這邊就不理他 因為我感覺他後面有人 我感覺他後面有人 我感覺他後面有人 因為那個 如果是一起上的話 我可能會 受不了 哈哈 我們都會死 只會直接死給你看 OK 然後我們現在上到王子劍 感覺我看到這個小孩到底有 20 非常好 反正呢 你要記得 隊友掛的時候 對方現在剛好掛了兩隻 好 那代表說他們也不可能 不可能怎麼樣嘛 我現在又是經濟最高那個 如果你現在是這個 這個的情況下 你之後就可以趕快收拆野區 怎麼都不用留 對 趕快收拆野區 然後再進行線 之類的 就是盡你這時候能做的 然後 如果今天 反之 哇 隊友全掛了 然後呢 只剩下我一個 然後幹我又超窮 那沒有關係 啊 你可以看一下你右邊 右上方 你有沒有看到有一個那個 那個齒輪 有沒有 點一下 然後下面有一個什麼 好 特歐頭 翔 西一翁翔 就可以給他按下去了 OK 好 就是這樣子 因為輸定了 那就乾脆 直接放進 正向的 我們是一個正向的主播 OK 反正呢 記得 這時候就是去斷兵線 鄭傑是去斷兵線 用你的命去給我斷兵線 不然會輸 好不好 那我剛剛是順的 我剛剛是 欸 我超肥喔 你敢惹我 你會死 OK 反正呢 現在 欸 剛剛下路沒有放進去 沒關係 我這邊就等一下 好 然後放這個 這個凱撒 因為 我輸出的時間 就是大概就是 等一下那一隻兵 因為那個 龍出來出來 啊你有沒有看到 他會這樣啊啊啊啊 然後還是會這樣 嗯嗯嗯嗯嗯 這樣移動啊 我剛就在算 那個那個什麼 那個他啊完之後 然後那個屏出來的大概時間 然後現在準備換輸出秀 輸出秀 轉一圈 然後這裡呢 看了一下再轉一圈 然後大絕過去 然後再一技能 然後再一技能 然後再加二技能 老闆 再長一次 前不持過 光 超級通 那個苦力 阿 摸起 perfect 太痛了,你知道嗎?我不知道 反正我現在呢,反正就已經結束了嘛 對不對?我們就可以把一些那什麼 風塑裝啊,什麼之類的把它帶上去 然後或是如果你今天是一隻 可能是一隻法師之類的 或是你今天是輔助 今天要強拆主堡 OK,記得把你的那個法師的話就是秘咒 記得把它除出來 那就額外小細節這樣子 這樣子 也要跟你們講 OK嗎?大概就是這樣子 反正你就記得 反正我們現在 飛人沒有移速了 那轉天就好難轉,轉不起來 但是我們乾脆就不要轉了 對啊 我們今天大絕二技能移情下去 他就要死了 就這樣子 然後我個人啦 我個人的建議出裝其實是我中間會塞 那個是要什麼? 欸? 一...一...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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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銘刀 死神鐮刀啦 死神鐮刀啦 他要明刀 現場怕熊賊 死神鐮刀 死神鐮刀 我個人其實是中間會偷塞死神鐮刀 然後在依各種情況 來去決定 到底要不要後期 在...後面再出工裝 那這場的情況 為什麼我中間出那個拘魂刀 因為對方有海倫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對方有海倫 他會一直回嘛 很煩嘛 對啊 然後我直接切進去 給你死這樣子 你就不用... 不用... 不要... 不要回... 不要回... 不用回... 不用開安娜 不用... 直接送你下去 好不好 直接大絕進二技能一技能 你看你剛剛那一隻 他受得了嗎? 他受不了 沒有一隻受得了這個傷害 太痛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個人認為 目前... 你肥肥 因為確實那個移速拔了 我自己在玩的時候 確實是... 嘖... 玩輔助的時候是蠻不爽的 你知道嗎 就是... 啊... 很難貼到人家啦 講簡單一點 因為以前我們就戴白盾啊 然後... 戴那個什麼 那個... 欸... 肥肥哥想 白盾 然後跟那個... 那個叫什麼... 德魯伊 白盾... 白盾跟德魯伊 然後就可以... 再加上你的被動 轉的時候你又會加速 所以我們很好喬位置 以前我不是一直在跟你們說 會玩的飛淚 是會在轉的時候喬位置 現在你要怎麼喬 你沒有辦法喬啊 你插到人家之後 然後你... 你還想喬咧 走不到那個位置啊 走不到 因為以前大絕二技能一技能下去 剛好疊滿層嘛 疊... 被動直接滿 然後你就可以加一束 我靠超快 直接轉到你想要的地方 然後你還可以SAY一下有沒有 SAY一下 然後點一下在... 想要怎麼插 一次可以插多少人 現在很難了啦 現在... 應該是說... 不太可能 呵呵呵呵 就拍用耶 好不好 就是如果... 你今天如果出... 全... 就是全坦裝的話啦 偏難用 不然那個什麼... 世界賽也沒有... 對啊... 飛類斧以前那麼流行耶 對不對 飛類斧以前是超... 多人在出的 現在大家基本上... 沒什麼人在玩了 對啊... 然後如果你要玩的話 我建議你就是... 出工裝 出工裝會比較出... 但是如果你是玩輔助的話 我就不建議你玩飛類了 如果... 我是說如果你... 輔助要出工裝的輔助... 飛類... 我不太建議 除非真的是... 很虐的那一種曲 不然... 如果你到正常一點的曲的話 其實... 你這樣子... 你... 你是很軟的喔 而且你是沒有經濟的喔 你可能進去... 出不來喔 喔...而且... 我從之前其實就蠻... 反對... 如果你出工裝的話 你要走... 輔助這件事情 因為我之前不是都說 如果你飛類斧要出工裝的話 你就走邊線或是... 走大業 或是走中路 喔...就是... 不要是輔助 因為你輔助這樣... 沒有人可以探視 你進去會出不來 你進去就是跟人家換 那... 以前的飛類就是... 哇...我他媽超坦 我進去啊 然後... 要... 要... 報北戲 然後我一直黏著提防 哇靠... 那個後排都不用玩了 對吧 超噁心 現在沒辦法 很難貼到 你反而會被風箏到死 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 叔叔對於這個... 抱歉 欠了一個月 這個... 飛類的這個... 想法 然後配裝 我到時候應該會出一個... 我應該會在前面放一個 我到時候覺得比較合適一點的... 那個什麼 公式裝啦 比較合適一點的公式裝 對 然後... 大家就自己自行參考 但是我還是建議你 現在如果要玩飛的話 輔助 不要玩 就直接... 回去 好 不要玩啦 除非你要玩的話 還是要出全坦 如果你今天還是要玩輔助的話 你還是要出全坦 OK 就是你夠坦這樣子 然後記得上個天叢 那... 但是效果 就沒有以前來得好 OK 然後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 我想要直接... 彌補掉那一個... 那個... 那個是什麼 NERF 我想要直接彌補掉那個NERF 你就直接入 因為我不需要轉 我不需要在這邊... 追著你什麼挖鉤 我進去你就要死 我進去你就要死 那就是這樣 OK 歡迎收看 我們下期見 跟你講 Bakby 哪裡 佳 鉤